海神波赛东帮助唐晨和波赛西凝聚不死神魂 在唐晨陨落后波赛西也越发憔悴 最终为唐三海神九考而陷阱 海神后将他俩人灵魂提升至神之境界 在另一个世界他二人终于可以在一起 曾经的三大爵士斗罗献与全部陨落 在他们三人中千道流可以说是对他最不公平的 为了孙女千任雪成神陷阱 最终只能陨落 天使神也太无情了 不说千道流是自己的后人 光是千道流等待传承者就不知道等了多少人 最终等到的却是自己的孙女 天使九考也需要千道流陷阱 千任雪肯定是非常痛苦的 一个从小抚养自己长大 最关心自己的爷爷在眼前消失 那种感觉只有千任雪懂了 千道流虽说身为反派 但他一生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一生都待在武魂殿 最终千道流的结局就是陷阱 天使神并未帮助他凝聚不死神魂 而其他神奇对自己传承者有多好 海神甚至还多次救场救下唐三 传授唐三黄金十三景 就怕唐三陨落了 在波塞西献祭后 波塞东的真身降临海神殿 唐三可以说是怒气冲天 要不是海神将自己把唐晨和波塞西灵魂 提升到神之境界 唐三会怒怼海神 相比于千任雪的天使九考 一切都是千道流主事 只有最后一考是千任雪自行通过 为了守护天使神 千道流一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自己的后人能成神 击败自己一生的对手唐晨 很显然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交手的 三大爵士斗罗陨落后 三神之战也即将到来 海神和天使神的碰撞 也就代表千道流和唐晨 前代人做不到的就由后人来完成 这是千任雪当初说过的 可没想到的是千任雪最终也败在唐三手上 好不容易成神却落得个神威破碎的下沉